關智通、消炎、排毒、修復一剔過 歡迎收聽《新智覺聽新聞》 我是Lily 美國眾議院招開了一場有關中共防火牆的聽證會 專家警告,中共正在建立數字極權國家的籃圖 並已向數十個國家出口監控技術 專家門在會議上呼籲 美國國會應撥款開發、翻牆技術 幫助中國公民跨越中共防火牆 令他們有能力自行尋找真相 7月23日上午 美國眾議院對中共特別委員會舉行了一場提位 防火長城與中共科技權威監控技術正走向全球的聽證會 該會議上,委員會邀請了開放技術基金會副主任科春雷 美國企業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澤克夫柏 和中國數字時代創辦人 兼總編輯、蕭強表達他們的看法 委員會主席、共和黨聯邦眾議員穆萊爾表示 中共防火牆是一個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議題 穆萊爾指出,在人工智能、AI和其他尖端技術的推動下 中共的審查大軍對中國境內的所有信息和言論進行監控 迅速剔除任何同黨的路線上左的內容 在聽證會上,加州大學克康來分校資訊學院主任蕭強主張 美國國會應撥款開發新的翻牆技術和分散式人工智能工具 以幫助中國人民跨越北京設置的防火長盛 中共防火長盛是指中共的線上審查系統 它會分析過濾中國境外的網絡資訊、封鎖某星外國網站 並在中國境內進行各種嚴格的網絡審查、轉格警告 中共正利用防火長將中國互聯網生態系統 和全球互聯網其他部分徹底隔離開禮 蕭強表示,中共正在向世界提供一個建立數位極權國家的藍圖 並對世界和平構成真正的威脅 儘管美國政府以資助在中國提供虛擬、專用籠絡等傳統翻牆工具 但專家證人表示,這些工具還不夠 他們認為,中共已加大了刑事定罪力度 並實施了其他抑制措施 阻止大家使用這些工具 中共採取越來越嚴格的順勢控制措施 對中國人民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美國企業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蕭柏警告防火長不僅是中國人民的障礙 每日益成為美中關係的障礙 蕭柏強調,由於中共不斷詆毀美國 歪曲美國社會、美國歷史和美國政策 散播反美情緒 這些可能增加美中之間危機和衝突 蕭柏還表示 中共開發的科技獨裁工具正在途向國外擴散 因此在未來幾年內 將構成全球威脅 蕭柏說,北京開發的權威工具 不會只留在中國 在過去十年中 中共當局已向全球80多個國家出口了監控技術 這些工具將被俄羅斯、伊朗及其他地區獨裁者所採用 蕭柏也說,中共正在提供建立數字極權國家的藍圖 並對世界和平,構成真正的威脅 我們必須團結一致 捍衛和維護 國內和全球的自由和尊嚴 複柏求調 中共收集有關中國人民的大量數據同時 它也在此快速消除 全球網絡上的中文內容 根據中共自己公佈的數據 2017年 有超過500萬個網站 可供中國公民訪問 此後,這數字下降了20%以上 中文網站 目前僅佔全球總數的1.3% 低於2013年的4.3% 複柏說,這些措施造成的結果是 中共比以往印章時候 都更了解自己的人民 而中國人民對外部世界 甚至國內現實的了解越來越少 開放技術基金會副主任 科雷春表示 中共進行網絡控制約15年 期間不僅建構了一個越來越大的防火牆 更積極地以中共控制的國內平台 比如微信和微博 取代外國的獨立媒體 和自由平台 從而打造了一個 完全不同的網絡生態系統 這個令到中國 整代人在成長過程中 從未了解過全球網絡 科雷春說 這一代中國人 並不渴望全球互聯網 因為 他們從未有意義地體驗過 這是我們今天面臨的根本挑戰 科雷春警告 這個中共塑造的國內平台生態系統 幾乎覆蓋了全球 並且有效地壓制和約束了 超過10億名中國公民 科雷春強調 儘管存在這些挑戰 但中國網絡用戶 對外界的信息渴望 仍然存在 科雷春說 在這方面 我們的角色是提供工具、技術和平台 使用戶能超越中國線上生態系統的圍牆 自由表達和聯繫 科雷春主張 支持互聯網開發者 針對特定使用情況 在線行為和風險狀況 創造創新的翻牆方法 不過 聽人還表示 打破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的障礙 不一定只針對中國內部和封鎖 他們說 另一個有效方法 是叫中國學生進入美國 富柏表示 學生交流 對美國來說是一種不對稱的優勢 根據一項估計 中國在上一年接待了一千多名美國學生 而美國在2022年到2023年 接待了約29萬名中國學生 證人們也敦促美國政府 支持開發更客觀的內容 以傳播給中國用戶 並對進行審查和監視的中國貨機公司 實施境外投資限制和制裁 兩黨一致呼籲擺脫中共政府的資訊控制 對中共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克里希臘莫提表示 我們不能夠允許中共控制互聯網 互聯網的目的是連結人們 而不是分裂和控制他們 這是一場美國輸不起的戰鬥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陳婷綜合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與版部分內容 以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回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